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出现了区域淋巴结的转移 那么这个时候 原发造的切除加区域淋巴结的清扫 并不能够完全彻底根治黑色素瘤 那么对于这些已经出现了转移的这些黑色素瘤的患者 那么他们的治疗要采用的是综合治疗的手段 那么可以采用生物治疗化疗的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生物治疗和化疗的这种方式 相对来说 它的治疗有效率是比较低的 那么对于黑色素瘤的将来的治疗的希望是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和细胞免疫治疗 那么这些手段目前正在积极的